中国女蓝史上跌宕起伏的比赛载入史册没有之一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啊 主角又是李梦 这个比分呢还是比较胶着的 怎么看到现场的这个比分是来到了77比77 第四节最后的60秒 场上的是李源 在打这个最后的时刻 王思宇被摁在了板凳上上不来 好球对方是直接将李源给摁倒了 把球发出来 李源控球 杨立维 小宝等拆 超远三分不中 篮板球牵下来 再来一个小宝漂亮 79 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高清晰版本 喜欢军篮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 为中国军篮加油助威 小宝这个球送的非常的果断啊 就这样打 好了暂停回来了啊 看好这个球 一定要稳一下来 咱们看 对方也是孤注一掷啊 如果对方再进球的话 这个球就很麻烦了 怎么让李孟下来了 张如跟防的篮下 哎呦 对方再次打进 咱们叫淡天 对方在庆祝 我 79 79 对方跳起来之后身体是倾斜的 你看人也说明这个这个家伙确实能打对方33号 暂停回来24秒 看李源的安排 开始让李源来打最后的时刻 如果这个球进不了 很有可能被对手投入加车赛 有可能被对方反抄 好李源来 对方的脚上有动作 对方脚上有动作的话 这球犯规李源要罚球啊 4秒钟李源上罚球线 你看 上罚球线两个罚球 希望李源能够罚进啊 这个球罚不进的话 那这个球就很难打 球还是丢了 看看机会是给谁 这是咱们的机会 哎呦我的老天哪 对方空篮 哎呦空篮 对方也没有打中 双方都是太紧张了 李源两个罚球没中 对方一个空篮也是飘了 这个球只能是进入加车赛啊 再看看加车赛当中 双方的这个超强对抗吧 这里呢很多球迷啊在有个疑问 为什么没有让王思雨打 王思雨是最后的上来的 没有机会了 看看加车赛吧 加车赛看看主角脸会不会安排王思雨上来 很遗憾 加车赛 王思雨还是没有 机会上场 还是李源领先 杨立维 小宝 黄思静再加上李梦 这五个人当中肯定得有一个人 就是说顶起来 这五分钟的加车赛 如果再和李源一向 那加车赛就真的是舒惨了 看看是小宝还是李梦 加这个比赛 对挺起来漂亮 小宝来一下 专身上来得分 对就应该打出这样的事起来 81比79 带来一个李源房住 对方手里手穿球 杭思静跟防 到蓝线抛球得分 这个33号怎么就是防不住他呢 就是防不住 两个的夹他也行啊 我一定防33号 防这个中抛手 杨立维传球给李梦 李梦强推 好球造犯规 李梦罚球 看一下回放啊 对方是手上脚上斗的动作 幸亏李梦没有倒地啊 没有倒下去就摔坏了 看一下李梦的罚球吧 好很稳定啊 这就说明世界级的球星 他就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不紧张 就是说 对于这个大师大飞面前 李梦梁洋发球全部打进了 83比81 李梦的前段防守 延缓对方的进攻速度 对方还要传给33号 李梦看能不能防住啊 头三分哎哟我的天呐 对方还是扔三分球 我球出界了 对方的主教练在进行安排战术的变化 李源控球 你是球发球失误再来一个 我李梦过去重新发球 进攻端这场比赛 这咱们的主场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失误呢 我看李源 对传给李梦 手里手传球 李源球时又差点失误 强推篮下 李源要投了没有 杨立维三分球 华思靖恰来吧李梦来了 空位三分 我的天呐李梦真的是太解气了 这场比赛李梦这个表现真的是很亮眼 这个球真的是现场球迷位置沸腾 哇 这场比赛真的是如果没有李梦 罚球两个再加上这个三分的话 这比赛就输了 对方发球 对方发球 首发命中 八十二分 再来一个 看一下 没有 好的 出去了 出界了 这个球是 华思靖打出去的 嗯 传回来 黄思靖到篮下推开 又是三分投手 防住他 小宝干嘛呢 哇 我的天呐 这个球 不应该啊 对方在平凡的攻击咱们的篮筐 这球丢了 我的天呐 太吓人了 李梦 好球 李梦 我的天呐 李梦自己砍下了几分啊这是 自己砍下七分 你说李源在场上真的是让人很难受 小宝反规了 强突篮下 杀篮得分 八十八比八十二 好球 拿下篮板 再给李源这个位置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看看李源你能不能再要到犯规啊 好传球 潘云震齐到篮下 空中拉杆 潘云震齐得两分 这样的话呢是比分来到九十比八十三 杨立维的急速抢断 杨立维单打不给李源那个球 一分四十七秒 杨立维的抢断很到位 李源防散单号感觉李源防不住 潘云震齐 空中拉杆 好球 再造犯规 裁判没吹 裁判没有吹 犯规 李梦那老拨刀罚球了 对方的球权 算李梦自己的失误 你看杨立维直接追回去 这还是咱的主场裁判就这么吹 好给杨立维 吻手 感觉杨立维的他的一个判断篮球思维要比李源要高很多 我 李源就是突突突 哎到篮一下打就行 他抢篮板对小宝再给出来 好球 吹哨了 这二个球 对方换人 给了一个 有24秒尾利 这是对方的这个顶级后卫 33号 一定要防住对方的33号 还有一分钟 60秒的时间 李源 你看 又把对方给推走了 裁判在还是在裁判的面前 你看 送给对方两个罚球 这个球啊不能说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反正是不是太 不是太这个什么 不是太灵活 反正处理的 作为这种顶级的国际比赛 杨立维的速度有多快啊 杨立维的速度 球给李源 李源是 杨立维的意思是让李源 是不是分分球 李源可好 直接来了一个三分球 杨立维的意思就是让你消耗时间 把时间给他消耗掉 你看杨立维为什么不上篮啊 就是让你把这个时间给他消耗掉 没有必要打这个快节奏 对方这个落后时间有限 他肯定是想要逼着咱去投篮 拍针器也是很会啊 我就算把这个时间给他消耗掉我也不投篮 就这么打 所以说这个顶级的篮球思维就不懂 王思雨上来了 最后十个王思雨上来 收尾了 我的天哪 小宝将球防了下来 最后5.8秒 最后的5.8秒 好球防住小宝 5.8秒比赛加速了 恭喜你来 火上